您尾号点点点的账户向杨文轩尾号点点点的账户转账50万.00元 任何所要验证码的都是骗子,千万别给 我是前天才看到这条信息 银行在十天前发来的转账提示 那时刚收到银行的房贷还款提示短信 查看完,转头发现短信系列表里有这条通知 这可好了,账上就剩三百多 压根不够还贷,眼看要断供 幸好,钱只是被杨文轩从共有账户转去他的卡 我们结婚后,打定主意要丁客 所以建了个共有账户存养老钱 一直以来,行程的默契是两个人只要有余钱 就分别网里存 密码互相也是知道的 从来没出过这种招呼 也不打一声就取走的情况 你赚去干什么了? 我问他,一开始 他云淡风轻地试图隐瞒 最近公司的资金有点吃紧 所以承诺给八个点的利息让我们支援一下 公司就留给我们三百万的额度 我立刻赚了 还以为你收到短信就会问呢 结果我正好出差 就忘记汇报了 八个点 我算了算 这一年下来就有四万的利息收入 凭证呢 在公司呢 他头也没抬得继续打游戏 明天下班拿给我 我也没多心 他公司搞工程建设 赚钱不少 但容易被客户拖欠 有时候周转不过来 高西找员工借钱也是有的 明天要交房贷了 你还有钱吗? 有钱赶紧转给我 房子是两个人的名字 贷款却从我的银行账户扣 杨文轩退出游戏 给我转了一万 幸好前天发了笔奖金 你先垫着 我也要没钱了 我取笑他 谁让你贪那八个点的利息呢 心里犯嘀咕 还有钱发奖金 为啥要找员工借钱 第二天 杨文轩拿了张收据给我 我拿出之前他公司开的收据一比对 有他们财务的签名 却没有盖章 回头 却迎上杨文轩小心翼翼的目光 他跟我四目相接 又飞快转开 若无其事 我心中存疑 面色却如常 转头 我在微信上找他们公司的同事打听 小林 你们那个借钱利息 还是按之前那样 半年兑现一次 姐 借啥钱 杨文轩骗我 下班后 杨文轩一进家门 我揪住他的耳朵 你跟我说 钱到底去哪了 他一脸正气的不认 后来我甩出和他们公司几个人的聊天记录 都说不知道公司最近有集资的事 他才咬牙切齿地骂道 还不是怪你那个神经病姐姐和姐夫 妈的坑我 我姐 你怎么会认识我姐 毕竟 我都有十年没和她来往过了 我是在我妈去世后 和我姐陈红你断了来往的 我姐不是亲姐 是我妈闺蜜的女儿 我妈的闺蜜生我姐时难产走了 不到一年 她父亲也离开人世 她在亲戚家流浪长大到三岁 瘦得跟蹄猴似的 我妈看不过眼 恰好结婚几年没孩子 就和我爸一合计 找了点关系 收养了她 她亲戚迷信 嫌她客死父母 忙不迭地将她丢给我爸妈 谁知不到一年 我妈怀孕了 她高兴地说 我姐是我们家的小福星 将她视如己出 哪怕后来 我爸工商去世 她也没改变看法 变故发生在我十六岁那年 那时我还在读高一 风雪夜接到楼下阿姨的电话 说我妈没了 我历时腿软 险些跪倒在地 好不容易撑到家 却发现灵堂都撤了 隔壁卢叔叔帮忙料理的丧事 把我带到我妈的墓前 她在一旁沉默地抽着烟 我姐一边烧纸 一边抹着泪 妈妈病了 一直不让告诉你 这几年给妈治病 欠了很多钱 把房子卖了也没还完 你还小 不用跟我一起还债 她张口闭口 都是没钱一身债 眉眼之间全是算计 生怕我分走一分一毫 我是有骨气的 给我妈烧了纸磕了头 转身收拾了东西回学校 想不到 一别十年 去年 我忽然发现 我们的房子卖在了同一个小区 还是面对面两栋楼 在阳台就能喊答应那种 杨文轩说 十天前 我姐让她帮忙取快递 一开门 给老子吓一跳 啥也没穿 就朝我扑过来了 我眼神古怪 我姐让她帮忙拿快递 这事儿听着就很玄妙了 杨文轩解释 是有一次去快递时遇上的 陈红你主动跟她说起我们的关系 本也是小事 又怕我多心 所以她回来没说 也算解释得通 那你呢 我人都吓傻了 所以被扑中了呀 你不知道她脸红的跟踪钥似的 直接上手来把我裤子 力气大的 给我把皮带都扯断了 我又不敢推她 怕摸到不该摸的 也不知你姐夫从哪儿冒出来 一边揍我 一边说要报警 说我非礼她老婆 我有嘴说不清 只能认怂给钱 为什么要认怂 我直觉杨文轩不是那么好欺负的 这不摆明是个圈套吗 你当时不会真 我狐疑地看她 她指天发誓 没有 肯定没有 但是你姐夫从我出现在电梯口 就开始录像了 她从衣柜里翻出跟断了的皮带 你看陈红你给我扯断的 然后呢 然后 她打了我一顿 给我揍得鼻青脸肿 你也知道她那个体格 那很近 再打下去我就要没命了 我没办法 只能给钱 前几天我跟你说出差 就是因为脸肿的见不了人 我又怕你担心 影响你们姐妹感情 你看 这里还肿着一点 她指着嘴角一点淤青 我顾不上心疼她 原地跳脚 感情个屁 我妈去世后 我们就没来往了 你什么时候 见我邀请她来家里吃饭 杨文轩愿了下 好像是哦 还给我拽台湾枪 我气她又耸又蠢 指着她鼻子骂 你用你的猪脑子想想 这不是仙人跳吗 否则哪有这样巧的事 拿快递 还拖光了来开门 马上她老公就录着像出现了 我忽然想起前几天同学群里的消息 立刻打开来看 你看 人家拿着咱们的钱 转头就买房子去了 我从小就跟在陈红你屁股后头读书 从小学到高中 我们都是同一个学校 恰好高中校友群里 有个同学在做房产销售 这段时间行情下行 他们楼盘促销打折得厉害 前两天她发了照片出来 陈红你和她老公吴振雄喜提新居 胸前挂着红色兽带 举着牌子一脸傻笑 合着 这是我给的首付呀 不行 必须报警 凭什么呀 我拖着杨文轩 就往小区附近的派出所走 杨文轩 你个王八蛋 你什么意思 还有一百米到派出所 杨文轩拦着我不让去 我一边骂 一边用力掰她 拦腰抱着我的手臂 五十万 不是小树木 你这是被仙人跳了 敲诈勒索 老娘一定要把厂子找回来 杨文轩猝着眉 还有空挑剔我 你别总是老娘老娘的 报警说什么 咱也没证据呀 何况 这都多少天了 我身上的伤早就好了 报警也没用了 我脚步一缓 确实是被气氛冲昏头了 我回头看着她 怎么没证据 钱怎么给她们的 杨文轩一脸无奈 转得账 但当时你姐夫逼着我还签了个字句 说是自愿赠予 字句 我气得一魂出鞘 二魂升天 你就那么听话 叫干啥就干啥 杨文轩叫冤 你不是不知道你姐夫那大块头 我当时差点被打死 那怎么没打死你呢 我心里翻个白眼 姐夫 啊 字句呢 我目光犀利地看着她 她下意识地一躲 我没有 就一份 在你姐夫手里 你跟我说 到底还瞒了什么 陈红你 为什么盯上你 杨文轩撇开头 耿着脖子 那我哪知道 也许就跟你过不去 也许知道 咱们有这个钱 是 卡里存到现在 就五十万多点零头 敲诈金额 倒是精准 我不语 看杨文轩的神色 估摸着 还有什么 我不知道的 大概率 也问不出来了 狠狠地踢了一脚 行道术 我在路边拿手机 给律师朋友打电话 简单地描述了一下事情 得到的答复是 这事 建议报警 这种自愿赠予 可以要求返还 明明报警 能解决的事 偏偏作为受害者的 杨文轩不愿意 挂了电话 我看看 蹲在路边抽烟的杨文轩 谋色深沉 咬咬牙 一脚踢在他后背 先回家 他险些被我踢到 马路牙子中间 立刻站稳跟上我 回去 不报警了 不是你说的吗 报警也没用 回去再想对策 半夜我从床头坐起 想想还是不甘 抓过他手机 杨文轩倒是心大 早就睡死过去 我抓着他的手 进行指纹解锁 打开他的银行流水 钱是转到陈宏你账户上的 没有留任何备注 想到律师说的 这种自愿赠予多半无效 可以请求偿还 尤其这是我不知情的情况下 严重侵害了我的利益 我把银行转账记录 导出来留底 准备将手机放回去 凭什么还 这是你欠我的 突然跳出的 这条微信信息 让我眉心一跳 是杨文轩的微信小号 哼 想不到他还有小号 我翻开 只有一条记录 是杨文轩三小时前发出的 我老婆知道了 她说要报警 我劝你和你老公 最好把钱赶快还给我 我沉吟 按照杨文轩的说法 这女人应该就是沉红你 虽然这昵称和头像 都跟我微信里 沉红你的联系方式不一样 看样子 也是沉红你的小号 两个人都用小号 要说没鬼 我变成鬼都不信 还你和你老公 呵呵 这用词 我想了想 压住火气回道 怎么是我欠你的 那边回得很快 回过来的消息 却让我啼笑皆非 是你先强暴我的 我飞快打字 我强暴你 不是你光溜溜 主动扑上来的 天知地知 你知我知 装什么装 那端沉默良久 一直显示 对方正在输入中 末了才回复道 你明知道 我说的不是那天 就这样吧 你让陈婉秋去告 她大概还没发现 你之前天天睡在我床上的事吧 这一年来我夜夜恶梦 反正现在 我已经跟老公坦白了 我根本不怕你 看是你强奸坐牢时间长 还是我拿你点精神补偿的代价高 信息量太大 手机从我手中滑落 光浪一声 砸在杨文轩的胳膊上 她嘟嘟囊囊 侧过身继续睡 我却一脸猛 一年来是什么意思 强奸坐牢是什么意思 她老公也知道又是什么意思 我心咚咚跳 难道 杨文轩和陈红泥早就勾搭上了 我捡起手机快速截图 问道 你说清楚 一个红色的小碳号弹出来 被拉黑了 第二天一早 杨文轩送我上班 下车时 她盯着我的脸 咱还报警不 我心中悲凉 面色却如常 让我想想 她微微松口气 那我先走了 我望着远去的车 打电话请了个私家侦探 我需要一点时间 来还原事情的真相 两年恋爱 五年夫妻 如果杨文轩真给自己选了 这样一条不体面的路 那我也不会手软 三天后 婆婆穿得五彩斑斓 拎着大包小包 活似刚从吉普赛流浪回来一般 出现在我家 我这婆婆 是个妙人 和公共离婚后 成了新时代 中老年妇女的代言人 她多次强调 女性要不婚不欲保平安 我和杨文轩决定结婚时 婆婆坚决反对 得知我们打算 丁克什长书一口气 看我的眼神十足欣慰 一副你早该醒悟的模样 亲情看得清 所以杨文轩虽然判给她 但小学四年级 就被塞到学校住校了 更别说我们结婚后 她明确拒绝和我们住在一起 钱财看得重 故而得知杨文轩被人坑了五十万 立刻把自己快递回来 准备帮我们讨回公道 又新潮又市井 活得十分通透 战斗力极强 我很爱她 就对面那栋楼 她站在阳台上 拿着望远镜 朝陈哄你家里看去 我点头 给她孝敬了一支烟 她拒绝了 反倒是撸了撸袖子 拍拍我的肩 我这儿子就是不争气 挨打算什么 还敢把你打死 轻易就把钱给了 这样放在革命年代 就是个汉奸叛徒 还得靠我 你是年轻姑娘 不好出面 我来 等下班时间 陈哄你回了家 婆婆拿着我 给她打印好的转账记录 熊啾啾气昂昂地出了门 不过十五分钟 有人开始在 业主群图文直播 劲爆 有人先人跳坑了 人家五十万 现在人家妈找上门了 高清五马大徒 是老太太躺在地上 五彩斑斓的裙子 散开在地上 艳如牡丹 她一半身子都在门里 门口是 陈哄你进退两难的样子 我立刻报了警 刚挂了电话 杨文轩的电话就到了 她估计在业主群 也看到消息了 我妈怎么来了 你叫来的 她气急败坏 呼吱带喘得 像是在一路小跑 我满脸无辜 妈昨天打电话来 要旅游费 我哪有钱 怕她怀疑我私吞 家庭财产 所以我告诉她了 我怎么知道 她今天突然就 买了机票出现了 再说 咱妈出面 难道不比 咱俩去要好 杨文轩卡了壳 我不管 你赶紧去把她劝回来 丢不丢人啊 丢人 我朝空中翻了个白眼 要回自己的钱 怎么能算丢人 嫌丢人 你别乱来啊 我抵达战场时 门口围了一大群 吃瓜业主 婆婆抱着 陈哄你的大腿不撒手 哭天枪地唱作俱佳 要了老命了哦 你这女人脱光了勾引我儿子 还反咬她一口说她强奸 五十万啊 足足敲诈了她五十万 旁边人窃窃私语 陈红你的老公还没回家 就她一人 面对这种大场面 她站在门口 一脸羞愤交加 手里拿着张纸 使劲辩解 老太太 你讲道理 这白纸黑字 是自愿赠予的 婆婆头发蓬乱 继续哭 非亲非故的 谁家好人 自愿赠予 人家五十万啊 转完账卡上 只剩了几毛钱啊 连根鸡毛都买不了 再说了 经过我儿媳妇同意了吗 有业主起哄道 就是啊 什么原因要送你五十万啊 调资吗 就你嘴欠 那人的老婆打了她一下 拖着她回家了 我默默点了个赞 陈红你一见我出现在门口 立刻指着我大声道 谁说非亲非故 她儿媳妇是我妹妹 所有人都朝我看了过来 我婆婆脸色一致 大概没想到 我和陈红你 还有这层关系 当年母亲离世 我被她身无分文地 赶出家门后 能平安活到现在 全靠自己勤工俭学 到我和杨文轩结婚时 鉴于婆婆平等地 创飞所有婚姻 本就不赞成我们结婚 所以也没有大雁宾客 婆婆从不知道 我还有个姐姐 估计知道了 也就是为她不婚不欲保 平安的观点 在天上一个有力佐证吧 我蹲下扶着婆婆 和陈红你四目相对 我眼眶立刻红了 我想不到 你还认我做妹妹 当初妈妈去世 你霸占全部财产 赶我出家门时 说的难道不是 就当从来没认识我 陈红你 爸妈留下的钱 也有五六十万 你现在住的房子 难道不是靠那个钱买的吗 陈红你气急败坏的跺跺脚 你胡说什么 那钱妈妈明明有说 是她生病借了钱 用来还债的 不光如此 那钱根本不够还 我也是前几年 才全部还完的 妈妈 你也配叫 我冷笑 是吗 遗嘱在哪 陈红你一顿 有点接不上话 她自小在亲戚家 养成了沉默的性子 后来到了我家 父母对她视如己出 现在结婚 又嫁了个把她捧在 手心里疼的操汉老公 所以她除了三岁前 几乎没受过什么挫折 性格看起来软糯柔顺 吵起架来 显得嘴也笨 可惜 我太知道了 陈红你最擅长的 就是半猪吃老虎 什么 他们还霸占了我岳母 给你留的遗产 杨文轩急匆匆出现在 电梯口 大概是看陈红你老公不在 一副好欺负的样子 所以杨文轩往我身前一站 满身的大意凛然 无所畏惧 你们胡说什么 仗着 仗着人多 欺负我一个吗 陈红你渲然欲气 欺负你 杨文轩像是被气笑了 你老公当时差点把我打死的时候 你怎么不说 你们怎么欺负我的 我婆婆一听来尽了 从地上蹦起来 扯着陈红你 你们这是驱打成招啊 逼着我儿子转账签字 这和抢劫有什么区别 不行 报警 必须报警 让警察来停停 还有没有天理法律了 他掏出手机 做事要拨打 陈红你甩开他 目光寒泪 楚楚可怜地看着杨文轩 我以为我跟你已经说清楚了 你想报警解决 我随时奉陪 肉眼可见 杨文轩一慌 我想到私家侦探给我发来的资料 尽管花了几天时间做心理建设 心里还是忍不住难受 行了 看在你是晚秋姐姐的份上 我们就不报警了 把该还的还给我们 杨文轩真是怕人看不出有问题 大度地可笑 婆婆给了我个眼色 仿佛在说 你看 我就知道 男人不行吧 我苦笑 哪是他不行 他可太行了好吧 陈红你脆了一口 想得美 他目光落在我身后 立刻像找到主心骨 哭唧唧地叫唤 老公 你总算回来了 一声地动山崩的吼叫 自我身后响起 谁他妈敢欺负我老婆 吼得我一个哆嗦 我那婆婆 却是见过世面的 立刻往地上一倒 脸色惨白 不行了 老婆子的心脏病要复发了 我那姐夫吴振雄 一个剑步窜过来 你先别晕 把话说清楚 怎么欺负我老婆的 吴振雄一把 将我婆婆从地上拎起来 像拎小鸡仔似的 你心脏病是吧 我帮你看看 他浑身满力 做事要把婆婆往空中抛 我眼急手快地冲过去 护住婆婆 却被吴振雄一把推开 差点摔倒 你干什么 我冲他吼道 我教训教训碰瓷的 怎么 你也想试试 吴振雄一瞪眼 凶神恶煞 杨文轩躲在我身后 小声说 别惹他 他可是练过的 我气得直翻白眼 一对上吴振雄就怂 这男人要来干嘛 警察来了 人群外有人喊了一声 两名警察分开人群走进来 看到这剑拔弩张的架势 立刻问道 这是怎么回事 谁报的警 再猛的人 看见一身警符 也瞬间认怂 警察同志 误会 小事 家事 看到警察 我婆婆精神抖擞地奔过去 警察同志 我们报的警 他 还有他 给我儿子下套 敲诈了五十万 哎哟 你是不知道 叫我儿子拿快递 结果拖得光溜溜的就跑出来 然后这男的就像事先知道一样 拿着录像机就出现了 给我儿子打的呀 婆婆讲得会声会色 活四人在现场 陈红你两口子 脸色一阵青一阵白 你的老太婆少胡说 吴振雄吼道 金额不可谓不大 年长的民警 脸色瞬间严肃了起来 他转头看到我 目光中闪过亚异 小秋 我想不到 出警的是罗警官 我妈去世后 我被赶出家门那晚 是他在派出所值班 叔叔送你回家 他蹲下身问我 十六岁的我 穿着单薄的羽绒服 缩在派出所的凳子上 眼泪趴哒趴哒地掉 沉默地对他摇头 很久后 我才哑着嗓子说 我妈死了 我被姐姐赶出来了 叔叔 我在这里待一晚可以吗 明天我就坐车回学校 他无奈 让我在沙发上 将就了一晚 后来 他帮我找法律援助 试图分配我妈留下的遗产 却发现家里的钱和财产 在母亲在世时 就被姐姐以治病欠债的名义 转移走了 甚至还包括我爸爸 因公王留下的赔偿金 他同情我 却无可奈何 那时 他四十出头 如今 双臂已染白 我朝他点头 裸警官 吴振雄和杨文轩的目光 立刻警觉起来 后来 我们被请去警察局 临下楼前 之前问是不是 嫖子的隔壁邻居 悄悄塞给了我一个 普普通通 没有任何标识的U盘 和一张纸条 那天无意间拍到的 纸条上写着 恰好 我包里有个小转接器 我戴上耳机 悄悄打开一看 果然是那天的现场录像 陈红你光溜溜地在一旁 杨文轩的裤子脱在一旁 吴振雄将他从陈红你身上 扒拉下来 神色凶残地揍他 拳拳到肉 他妈的 我叫你威胁我老婆 强奸他 威胁 强奸 到和那晚的微信对上了 可 杨文轩拿什么能威胁到 陈红你 我猝着没思索 忽然 有个念头一闪即逝 难道 果然 到了派出所 最先反水的是杨文轩 警察同志 是我没跟我妈和我老婆解释清楚 这钱是我们自愿资助给姐姐姐姐夫买房子的首付 杨文轩解释道 试图模糊焦点 他这一任 敲诈勒索的罪名 就不成立了 陈红你垂头不语 吴振雄得意洋洋地看了我和婆婆一眼 婆婆正要发飙 我拽着她的衣袖阻止她 转头冷笑问道 资助也得有个明确说法吧 世界还是送 总不能五十万白送吧 罗警官盯着那两男人 吴振雄咧着嘴笑 把球踢给杨文轩 问你老公啊 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 是自愿赠语 杨文轩一边点头 是我们自愿赠语的 一边呵斥我 事情都没搞清楚 就上门闹 闹什么闹 哼 真是给你脸了 我正要发飙 婆婆不乐意了 一巴掌给她扇到脸上 谁跟你就我们了 你能代表小秋 这是夫妻共同财产 你说了不算 这什么资助赠语的 我们不认 让他们赶紧还 说完还恨铁不成钢地 指着杨文轩的鼻子吗 白把你生成个男人了 你妈我当年跟你爸离婚时 那腰杆子多硬 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没用的种 我盯着杨文轩脸上 那清晰的手指印 心到这老太太果然能处 我对罗警官说 你也听到了 这钱借出去我是不知道的 既然是夫妻共同财产 还是从我们共有账户转出去的 不管是资助也好 赠语也罢 我婆婆说的就是我的态度 钱至少有一半是我的 麻烦警察同志记录一下 我不借 请他们立刻还钱 否则 我们法庭借 吴振雄坐在一旁 懒洋洋地抖着腿 钱就是你们自愿赠予的 法庭借就法庭借 老子怕过谁 出了警察局 吴振雄把陈红你护在身后 似笑非笑地看着我 指了指自己头顶低声说 看到老子头上眉 绿帽子 我妹夫给我戴的 你要上法庭 我奉陪到底 我有证据 你老公把我老婆强暴了 我左右不过一个敲诈勒索 你看看到时候 他判得重 还是我判得重 就算我们都进去了 我在牢里也弄死他 你自己想想清楚 说吧 扯着陈红你嚣张而去 陈红你回头对上我的目光 又低头加快脚步 跟着他走了 婆婆凑上来问 他跟你说什么 威胁你了 没有 只是欢迎我去告他 说 要给我个惊喜 我嘴角扯着笑看着杨文轩 他似乎领悟到什么 一脸不自在地惨白 婆婆转头看到他这个怂样 气不打一处来 垂胸顿足 一路骂骂咧咧 杨文轩沉默不语 回到家 他阴着脸 将婆婆拉到主卧 门碰得一声关上 两个人在里面压低声音 依稀听到吵得不可开交 我端了杯冷茶站在阳台 懒得听他们吵什么 只冷淡地看着对面楼上 陈红你的家 房间依次灯亮灯灭 那两人睡了 婆婆也打开门 我回身 她善善一笑 管不了了 就当我没生过这个儿子吧 那啥 小秋 我先回去了 我挑眉 心底却清楚 一个母亲 嘴上再怎么嫌弃自己的儿子 却也不会正义感 如此爆棚地送他去坐牢 妈 这么晚了 明天再走吧 她拉着行李在门口换鞋 低头不敢看我 我刚买了最晚一般航班的机票 临出门 又回身说 那个 要不就算了 钱的话 我不及你 杨文轩跟出来 一家人的 补什么钱 我送你去机场 目送两人进了电梯 门关上 我看着杨文轩的车出了小区 书房里 我打开电脑 熟练地找到了隐藏文件夹 这是杨文轩用来存晓电影的地方 平常怕我嫌弃他 从来不敢告诉我 他有这个爱好 我确实一早就知道 男人嘛 咋可能没点自己的癖好 只是从来不说 所以 杨文轩也不知道 我知道他的秘密基地建在哪里 果然 很容易就找到了杨文轩试图隐藏的证据 一个命名为CHM的MP4文件 打开 是陈红你不敢告诉吴振雄的秘密 也是母亲去世后 我连滚带爬地回家 发现的秘密 我妈突发疾病去世那年 接到楼下阿姨的电话时 我正在学校上晚自习 电话那头的声音很嘈杂 阿姨的声音语气急切 又充满同情 小秋 快回家 你妈没了 昨天已经火化下葬了 我什么都没想 也来不及想 扔下书包 就往家里赶 到家后 我手抖着 颤巍巍地掏出钥匙 却怎么也对不上锁眼 打不开门 好不容易进了家门 一切如常 就在我以为 那通电话是幻听时 主卧门内传来一阵压抑的喘息 和令人面红耳赤的对话 让我瞬间似被雷劈一样 呆立在现场 斯 卢书 你轻点 别让人听见 那是沉红你的声音 带着一阵难以压抑 引人遐想的闷横 卢永光的声音低沉 而沙哑 怕什么 要不是你妈一直碍事 我们早就 幸好把她的药换了 不然还不知道 她会活多久呢 卢永光的声音 越来越小 我却听得毛骨悚然 我浑身冰冷 仿佛置身冰窖 脑海中闪过无数个片段 我妈的身体每况愈下 脸色苍白 却总是强颜欢笑地说 没事 妈就是老了 不中用了 我紧紧地握着拳头 指甲深深地嵌入肉里 却感觉不到一丝疼痛 我妈的死 竟然不是意外 而是谋杀 里面的人 对我的回家一无所绝 那令人作呕的声音 越来越烈 可是 要是小秋知道了 怕什么 人都烧成灰了 她还能有什么证据 何况 小秋没钱 你忘了 你妈什么也没给你们留下 只有几张 她妈亲笔签字的借条 拿什么告 万一 没有万一 她一个小姑娘 难道我还怕她 我回想着 上次暑假 陈红你穿的清凉 准备出门 房门刚打开 对面的卢永光 也恰好出来 看到她 眼神一亮 我妈见状 立刻将她赶回房 套个T恤再出房门 原来 是这样的 而我那个傻妈妈 万万想不到 这两只白眼狼 勾搭在一起 将她给害死了 我攥紧拳头 恨不能冲进去 把这对狗男女 给碎尸万段 不敢叫他们知道 我回来了 我拉开家门 找打电话 给我的邻居阿姨 要了妈妈的埋葬地址 出租车 在漆黑的街道上飞驰 初秋的风带着凉意 卷起地上的落叶 像极了鬼魅的舞蹈 在妈妈的墓前 哭了一夜 第二天 我面色憔悴 假装从学校赶回来 我想报仇 可惜那时 我年幼身弱未成年 还苦无证据 即便后来有法律援助 律师也只能叹口气 小秋 你说的只是一面之词 没有证据 法律也惩治不了他们 忘了这些吧 我想你妈妈 也不希望你活在仇恨里 如今 拜我的好老公所赐 她竟然录下了 那对男女苟合的视频 看日期 竟是一年前 这就和之前 陈红你 在小号上说的 日期对上了 我的好老公 用这视频 威胁陈红你 爬上了陈红你的床 可是吴振雄那里 我打赌陈红你 不敢告诉他 杨文轩 真正威胁到他的把柄 我冷冷一笑 机会终于来了 我特意去了趟陈红你 常去的超市 在货架前 假装挑选商品 实则用余光 留意着他的身影 很快 陈红你出现在了 我的视野里 他推着购物车 在生鲜区挑鱼 我走到他身边 壮似不经意地说 这要巧 姐姐 陈红你愣了下 不着痕迹地朝四周看了下 簇着眉 你在这里干什么 买菜呀 我皮笑肉不笑地 捞出一条鱼 鱼在网里徒劳挣扎 见了陈红你一身水 他怒目而逝 却没说什么 你看 我把鱼递给工作人员 是以他杀了给我 这鱼网的洞挺大的 可是天网恢恢 疏而不漏 陈红你抿着唇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朋友推荐我一部 说是家庭伦理剧 我熬夜在看呢 我压低声音 故作神秘地说 就是那种 讲家长里短 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 特别刺激 陈红你的脸色 瞬间变得惨白 但他很快镇定下来 目光停留在我的脸上 小秋 不该你管的闲事 少管 我故作惊讶 闲事 怎么 难道你心中有鬼 陈红你深吸一口气 语气平静地可怕 小秋 所有作恶的人 都应该有他自己的报应 我愣住了 这句话 仿佛一记重锤 狠狠地砸在我的心口 我回想起小时候 我妈还在 那时我和陈红你 也是亲密无间的姐妹 她大我快五岁 从小我就是她的根屁虫 赖着她帮我抄作业 冬天冷了挤她的被窝 把冰凉的脚 放在她温热的小腿上 可是 这一切 都被卢永光 这个恶魔给毁了 我的脑海里 浮现出我妈最后的样子 憔悴瘦弱 心 像被刀割一样痛 不 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我一定要为妈妈报仇 我深吸一口气 将幽盘装进信封 同城快递寄给了吴振雄 第二天 吴振雄脸色铁青地回了家 我悄悄地回家 打开了监控 这是杨文轩之前 偷装在陈红你家的监控 吴振雄一脚踹开家门 我猜他想质问陈红你 幽盘里的事 却没料到 他家已经乱成一锅粥 陈红你 卢永光 连我老公杨文轩都在 杨文轩一身衣服 被扯得凌乱不堪 脸上还有清晰的巴掌印 显然吃了亏 死丫头 背着我嫁人就算了 如今还勾搭你妹夫 真以为你现在有靠山了 我不敢动你是吧 卢永光扯着陈红你的头发 色力内忍地吼道 脖子上青筋抱起 拳头眼看要招呼上去了 吴振雄一头雾水 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 完全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但他下意识地将陈红你保护下来 死老头 感动我老婆 他扬起拳头 神色很利 卢永光黑黑笑 你老婆 哈哈哈哈 他一满十八岁我就给他开婚了 还他妈你老婆 我一愣 陈红你十八岁 那时 母亲还在世 他眉飞色舞 得意洋洋地描绘起当年的香艳场景 陈红你突然崩溃了 住口 你住口 如果不是你趁着我妈生病 给我下药 我怎么可能看上你 卢永光冷笑 那又怎么样 后来你还不是心甘情愿跟了我 如今也就是老头我年纪大了 满足不了他 才让你捡了个便宜 他指着吴振雄 你不知道吧 每个月我还是要来找他几次的 吴振雄脸色铁青 他猛地伸出手 一把揪住卢永光的衣领 我打死你个为老不尊的东西 他怒吼道 一拳狠狠地砸在卢永光脸上 卢永光一个猎切 倒在地上 吴振雄又是一脚踹在他肚子上 他立刻疼得蜷缩在一起 好好好 今天我就跟你拼了 卢永光知道自己逃不掉 索性破罐子破摔 跳起来和吴振雄扭打在一起 家具被撞得东倒西歪 房间里一片狼藉 陈红你冷眼旁观着这一切 脸上没有一丝表情 仿佛这一切都与他无关 突然 吴振雄一个过肩摔 将卢永光重重地摔在地上 卢永光闷哼一声 挣扎着想要爬起来 却发现自己动弹不得 吴振雄红了眼 骑在他身上 一拳又一拳地砸向他的脑袋 我打死你 打死你 他怒吼着 完全失去了理智 陈红你健壮 非但没有阻止 反而露出了一丝快意的笑容 打得好 打死他 他低声说道 语气里充满了怨毒 杨文轩健壮 吓得瑟瑟发抖 躲在角落里 不敢出声 终于 卢永光不再挣扎 脑袋无力地歪向一边 鲜血从他的嘴角流出 染红了地板 吴振雄这才回过神来 看着眼前这一幕 吓得瘫软在地 我 我杀人了 他喃喃自语道 眼神空洞 仿佛失去了灵魂 陈红你走到他面前 蹲下身 轻轻抚摸着他的脸颊 没事的 这一切都是他旧游自取 他轻声说道 语气温柔地可怕 转过头 他对着监控的方向说道 我愣愣看着他 他缓缓起唇 微笑着无声地说道 妹妹 报警 隔着玻璃 我和陈红你对视着 他穿着球服 神色却温柔淡定 毕竟中间横跟着十多年 形同陌路的时光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倒是他 仿佛画家常一般先问道 还好吗 我点点头 今天 吴振雄的判决下来了 死刑 又补充道 缓了两年 嗯 知道了 陈红你点头 杨文轩呢 判了三年 我回到 我上个月跟他办了离婚手续 挺好的 我忍不住抬头看着他 你不打算再和我说点什么吗 当年 到底发生了什么 法庭上 陈红你主动供述了 当年卢永光如何迷奸他 后来为了独占他 偷偷潜入我家 将母亲救命的药 换成普通维生素 而他 一开始不知情 后来也无力回天 卢永光甚至还计划着 等我回家再如法炮制 占有我们两姐妹 就是我说的那样 他笑看着我 晚秋 现在这个结局 已经是我能想到的 最好的结局了 坏人都有了报应 就让我在这里 为妈妈赎罪吧 我与他对视 他的目光仍旧温柔坚定 空气中静没了片刻 我微微一笑 好呀 你确实该在这里赎罪 姐姐 我一字一顿 你不会真的以为 做了这一场戏 我就会原谅你 甚至圣母心大发 放过你吧 你以为我会同情你 甚至认为你当年 将我赶出家门 是为了保护我 不受卢永光的侵犯 别傻了 姐姐 我早知道 妈妈当年吃下的维生素 全都是你做主买的 之后 他与卢永光换了个城市 以夫妻名义 生活了几年 我不知道 他们后来 为什么分道扬镳 陈红你嫁给了吴振雄 可这也不是 我该关心的事了 陈红你错愕地看着我 十年了 姐姐 我早就长大了 也不枉我特意 将房子买在他对面楼 还特地在家里 背上望远镜 只是想不到 倒给了杨文轩 暴露渣男本性的机会 拿着证据的他 找上陈红你 不要钱 只要人 我忍不住笑了 天网恢恢 疏而不漏 走出监狱 秋雨欲来 我想 下过雨 总会放晴的 安静